一定要放下 那我们这个看破放下了 是天天在干 中下根心的人吧 连上中下三根都要走这个路 只有上上根人例外 上中下都要走这个路 所以要知道 一切法 无我所 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是说真话了 佛在这经上说 凡有相皆是 虚妄 跟此地讲的一个意思 寄宋里都说得更清楚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什么叫有为法呢 有为叫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的法 不是真的 是梦幻 是虚幻 那么我们看看 哪一法没有生命 连妄想都有生命 妄想是一切法的根源 都从有幻想 都从有幻想身 一切法从心向身 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的心想 有了幻想了吗 有幻想的 必定 就身处 燃静 那他的速度太快了 一下就先浅了 你简直 没法在辨别 静 四身法静 燃 流动 那么在燃里面 又现出 善物 静里头没有善物 燃里头有善物 善 敢三善道 或者敢三我道 六道里头 有三善道 三我道 这么来的 这个里头 有阴有果 太上所说 厚佛无门 为人自造 都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心想善 幸福美满的人生 就先进 心想不善 烦恼痛苦的境界 这也现成了 感谢您的